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B 今天我們去這間店鋪試一下 今天我來這間是香港仔美食站的二站 二站即是他們的朗豪芳分店 另外他們還有一站是世紀廣場 而總店是Midland & Finch的金鐘城 據店員透露金鐘城的總店暫時關閉了 因為他們要準備搬遷去士嘉寶村 士嘉寶村是上一點還是下一點 總之在那附近我都不太記得在那裏 不過如果大家對士嘉寶熟悉的話 就會知道士嘉寶村在那裏 說回朗豪芳分店 朗豪芳這個plaza 我都覺得是很容易蕩蕩路的plaza 我每次在地下停車場繞著繞著繞著 就不知自己繞著繞著去 所以通常我都會以上大統華的電梯大堂 為一個中心點 今天也是一樣 我就在那附近 接著就坐扶手電梯上到二樓 扶手電梯上到二樓之後 轉左 接著一直靠著那邊 不斷走十幾二十間店鋪 香港仔美食站就會在你的左邊 我也不知道原來 香港仔美食站的一店和二店 主要其實是一間外賣店 唯獨是它的總店 就是一間比較全面的餐廳 但是一店和二店 他們主要是買一些冰鮮的食物 一些煮好了 預備好了 你只要回家加熱就能吃的食物 他們的食物範疇其實都非常廣闊 有糖水 有很多菜式 接著又有些碟頭飯 還有很多特色小食 另外就是他們的食物 全部都是主張不含味精的 所以吃起來又可以健康一些 和放心一些 正如剛才所說 我就不知道它是一個外賣站 所以我買的小食 我就麻煩了店員幫我加熱 我可以馬上拿來吃 兩位店員是非常之好服務態度 他們不怕麻煩 毫無怨言地幫我逐樣逐樣東西加熱 幫我包好 所以這兩位店員的服務態度 真的不可行 我們一起來看看 我今天買了些什麼食物 講到港式小食 我其中一樣最喜歡的就是 這個碗仔翅 這裡的碗仔翅是只有一個尺寸的 每碗買5.4 它的碗仔翅的味道的確是不錯的 正如他們主張 就是真的沒有下任何的味精去調味 粉絲都煮得很好 不會散軟軟軟軟 雞肉方面 它主張是採用走地雞 走地雞絲吃起來 其實肉質會比較實 但是它還有少少雞味 但是我個人喜好 就是如果它可以再調味稠一點 我就會更加喜歡 當然這個是我的個人喜好 還有如果加很多的醋和胡椒粉 那就更加棒了 接下來就是滷水大腸 四個半一份 又是一個尺寸的 份量OK 我數了也有十幾塊大腸在裡面 那些大腸都夠肥美 而且它的串理得很好 所以沒有異味 亦都不會說裡面洗得不乾淨 滷水方面都挺入味 但是我略嫌它滷水鹹了少少 而且香料味不夠 再加上它面頭那層油 我就覺得好像是厲害了少少 所以以這個鹹度 我覺得要來拌麵或者拌飯 可能會比較適合 但是吃大腸這些東西 我真的不會介意給幾元出去買 因為真的太多功夫了 我想像不到自己買一串大腸回來 又要洗又要去散 然後又要再去老它 或者怎樣弄它 真的太多太多功夫了 另外一個港式小食的主角 當然是這個咖喱魚蛋 四元九毫半一份 同樣都是一個尺寸 一盒裡頭有八粒 好那方面就是它的咖喱是真的夠辣的 如果不太吃辣的朋友 這裏可能就要留意 但是整體來說 它的咖喱我覺得是比較稀 還有比較大甜 就缺乏了一些咖喱的香料味 魚蛋方面就比較實了少少 而且也不是太有魚味 但是這樣我也不會太怪它們 因為其實加拿大的魚蛋 是差不多的了 然後最後不少得的 當然是這杯港式凍奶茶 賣5元一杯 這個凍奶茶最特別之處 就是它那個冰的茶膽 其實就是本身的凍奶茶 所以你喝的凍奶茶 其實是由那個冰茶膽融出來的 不用另外加冰 亦都不會溝淡了凍奶茶本身的味道 那說回奶茶的味道 它夠香夠滑 但是我覺得可以再濃少少的 另外就是它們的茶 糖水和奶的份量都配合得很好 所以喝起來都挺爽的 那我今天就只試到它們幾樣小吃 但是正如片頭所說 它們的食物種類真的多得很厲害 普通的例如我今天試的小吃 然後又有些糖水和碟頭飯 但是誇張的是可以有 譬如說有些迷你的佛跳牆 然後又有乳豬全體 燒鵝等等 所以是淋淋種種 真的多得很厲害 那也因為它做這麼多種不同的食物 所以你不可能每一樣都做得很好的 或者很適合你的口味 那正如我今天試的東西 你都見我是 在評價方面都會有好有不好 那這個是很正常的 當一間餐廳做到有這麼多種不同的種類的時候 是一定會有一點點出入的 那考慮到它的價錢 分量的大小 它的地點 服務態度 種種因素加起來 我會再回去試其他東西 那看看下次可能再試一些 或者煮一隻燒鵝吃一下也好 那如果有哪位想看我下次吃燒鵝的話 就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今集就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是喜歡我的影片 就記得訂閱讚好留言和分享 下次再見 拜拜